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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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基努李維已經55歲了 但是阿伯或大叔的稱呼 在他身上似乎不太適用 放輕鬆 身為40歲的中年男子 生活就是被娃 被車 被房 被工作困住 居無定所的漂泊 在長椅上吃著三明治 騎著野狼125逛大街 早就成為無法追溯的記憶 相對我如狗一般的生活 像基哥這般瀟灑的生活 真的是許多中年男子的夢想 但基努李維真的活得那麼灑脫嗎? 今天放輕鬆就來帶大家看看 這位好萊塢的瀟灑哥 Keyanu Reeves 基努李維出生於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母親是英國人 身父是夏威夷華僑 而她的祖母擁有中國 夏威夷 葡萄牙血統 所以基努李維擁有多國混血的基因 這也是造就她俊俏五官的原因 基努李維的童年並不幸福 她的母親是一名脫衣五娘 父親就是在她母親上班的地方認識她的 可以想像這就是圈圈與叉叉的組合 可以說基哥的出生是非常低微的 父母結婚後生下了基努李維 原本是可以開開心心一家人好好過生活 但不負責任的父親卻離開了他們 母親帶著基努李維移居紐約 後來又搬遷到加拿大 在這期間她母親多次改嫁 等於是她居住的地點會隨著繼父而變動 所以她的童年時常搬家 這就是造成基努李維漂泊個性的原因 她曾說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逐漸適應安定的生活 可見這種不安定已經成為基努李維的日常 12歲時她的生父因販賣海洛因被判刑10年 出獄後曾要求與基努李維見面 但基努李維拒絕了 一個破碎的家庭 一個脫衣五娘母親 一個販毒的父親 在繼父間輾轉流離 或許年輕時的基努李維 早已認識到人生的無常 基努李維是9歲時拍了一支可口可樂的廣告 她回憶當時是冬天 但為了拍攝出夏天比賽完 饑渴難耐的鏡頭 她喝了一罐又一罐的可樂 藉由這支廣告 基努李維從此進入了演藝圈 1985年基哥來到好萊塢發展 1987年扮演電影《大河邊緣》中 一個叛逆青年角色 故事為真人真事改編 敘述一群80年代的青少年 在其中一位磨殺了一名女孩後 不同青少年對於同樣的事件 做出了不同反應 該劇把青少年所面臨的迷惘 用不同的面向對我們展示 在1988年參演的危險關係中 飾演一名情師 基哥開始逐漸走紅 1989年基哥參演了青春喜劇片 阿比阿蒂闖天關 他在片中扮演的角色Ted 給人們留下了笨小子的印象 為了洗去笨小子的標籤 基努開始嘗試不同的戲路 在1991年的影片 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 他飾演一個墮落的公子哥 父親是一位市長 為了尋找瑞凡菲尼克森的母親 在旅程中產生了男男的情愫 基努李維也是因為這部戲 與瑞凡成為了交心的好友 和基哥一樣 也有著悲慘的童年經歷 我在前面介紹他弟弟 瓦昆菲尼克森的影片中有提到 各位有興趣可以點這裡看看 但不久瑞凡菲尼克斯 就因為吸毒過量 死在強力逮捕的派對上 時間回到1990年 這時的基努李維和珍妮佛賽姆相戀 在他這陣子最新的戀情公佈前 是他唯一承認過的女友 關於他目前的女友 各位可以看這邊 1999年他女友懷孕了 那時的基努李維充滿期待 他想做一個好父親 想補足當年他父親對他的虧欠 但命運的手卻沒有放過他 女友珍妮佛因為吸毒導致產下死胎 一年後他們的愛情走向盡頭 當你覺得一個人的厄運總有個盡頭時 常常不幸又在另一個路口等著你 18個月後珍妮佛因為吸毒車禍身亡 這樣看來基努李維前半生的厄運 似乎與毒品很有關聯 因父親販毒 他無法再健全的家庭長大 好友的死 小孩的死 以至於女友的死 都與毒品有關 他的前半生有如八點檔連續劇 悲慘的事件有完沒完 他曾這樣說 常有人以為時間久了痛苦就過去了 錯了 當你深愛的人走了 你就是孤單的 我到現在還在想 如果珍妮佛和孩子都沒有死 我們此時此刻會在做什麼 我真的很想念我們在一起的美好 但永遠不可能了 我有時很想罵人 因為這個世界對我太不公平了 的確這世界似乎像他開了一個玩笑 接著是他妹妹也罹患了白血病 那時39歲的基努李維為了給妹妹治病 買下了人生中第一間房子 將房子改裝成私人醫院 所幸他的妹妹得到了治癒 在經歷了這一切的事情後 基努李維曾說過 我並不想逃離生活 因為他也有美好的一面 也許你覺得基努李維的經歷很悲慘 但也是這些經歷造就了現在的基努李維 小朋友是很難了解苦瓜的美味 沒有吃過苦的人同樣很難理解 苦難的生活其實就是化妝的祝福 如果沒有這些苦難 就沒有及格今天的瀟灑 沒有這些經歷 或許我們就看不到演技成熟的基努李維 所謂的成熟就是不斷的洗練 當基努李維女友死亡的當下 他正拍攝《駭客任務》這部電影 人的心都是肉做的 沒有人會不難過 但基努李維並沒有把這個當作藉口 他還是敬業的把工作完成 才讓我們看到如此經典的電影 基努李維的瀟灑並不是不負責任的放浪 支撐他的是那敬業的精神 很多人想要瀟灑 但沒有這樣的歷練 很多人想要漂泊 但沒有基努李維的財富 隨著1994年 與山卓布拉克共演的捍衛戰警 基努李維開始賺到他口中 這輩子都花不完的財富 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成為一個吝嗇的人 他曾說錢是我做事情最後才考慮的東西 我花不完不如給有需要的人 1997年在拍攝《魔鬼代言人》時 為了請艾爾帕西諾和言 他自願少拿90%的片酬 1999年他從駭客任務的7000萬片酬 拿出5000萬分給工作人員 還買了12輛重機給替身演員 有如他的夏威夷圖語名稱一樣 吹過山頭的清風 這位在人間經過歷練的男神似乎已然成仙 他喜歡騎著重機在街道穿梭 他樂於施捨 他不覺得自己是位明星 只覺得演戲就是他分內的工作 他樂意與流浪漢一同分享生活 他像我們一樣以地鐵作為通勤工具 他讓我們看見了人性的美好 或許哪一天你到了紐約搭乘地鐵 坐在你旁邊的就是 姬奴里維 我是放輕鬆 由衷期待你的讚加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你的鼓勵將讓我有更多的動力做出優質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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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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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不明 我們下次見 是